只要用這個軟體 原來你不是麥菜狼 嘿嘿 你就變成麥菜狼啦 會用一些異想不到 然後可是我們也想不到 因為他們才會選舉 好 到底還有什麼 異想不到的奧波呢 原來說民進黨會出奧波 根本就已經變成了全民共識了 所以我們這次 特別舉辦了征選 結果現在沒想到 各種意見是如同雪片一樣飛來 目前我們統計 已經有超過4000件的投稿 奧波的投稿 4000多個創意 那麼我們也特別挑選了幾種支持者 認為說最經典最典型 最被我們去無存經的4種奧波的類型 那麼來看一下到底是有什麼招數 把我們的麥菜狼跟我們的咪嚕 抹得一樣的黑呢 奧波1 虎肉記 選戰越來越逼近 情勢越來越緊張 這時候在某位候選人的造勢場合出現 第一位神秘男子 是賈本 我今天跟總統候選人 拿好關係 準備要 打候選人 誣陷給共青黨 賈本其實心動非常緊張 因為他要襲擊的 是實際上他支持的對象 這叫做傳統的自導自演 而在另外一頭 總統候選人呢 也假裝不知情 來那邊神色自若敗票 要投給共青黨 請大家支持我 我是總統候選人 但是實際上他心理非常緊張 因為他知道待會兒他就要被狠狠的一起 這時候 假愛粉說實質那次會 拿出棒子 用中一擊 不夠用力 繼續打不夠用力 不夠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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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自導自演 企圖製造悲情 引發支持者的仇恨 讓支持者出來投票 然後架破給對手 奧布2 變臉技術 現在更有先進的數位科技 只要用這個軟體 原來你不是麥菜狼 嘿嘿 你就變成麥菜狼啦 這個時候 麥菜狼走在街上 突然就有一位 神秘女士走到台上 今天小王就跟麥菜狼 一起走到摩鐵裡面 一起做Happy的事情 就在選前三天這樣的影片 不斷的在網路上播放 結果最後選完了證明是假的 但是選情很可能就因此逆轉啦 好 奧布三半路任期 這一天真正的麥菜狼 因為選票選戰逼近呢 在路邊拜票 但是沒有想到 這時候出現了一個神秘女子 帶著一個看似小韓國瑜 來認清啦 來認清啦 選舉前呢忽然出現很多 不認識的女子 跑來認清 帶著小孩 靠 不是 終極抹紅 在選前的關鍵時刻 我們的最帥發言人月圓茲 突然對面走來的一位 貌似商人的神秘男子 如果沒有想到這名神秘男子 突然拿出來的一碟鈔票 馬上就要塞給我們的發言人圓茲 就在圓茲還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突然就有媒體記者跑到前面來 拚命的拍照 拚命的拍照 到底是怎麼回事 結果這個神秘人 突然就秀錯了他的紅色黨證 我是弄成長的供給 抱歉是綠色的 弄錯了 是紅色的黨證 選前三天 又被指控說 麥菜狼收受紅色資本 其實剛才看這一段看起來非常好笑 心裡面是非常酸楚的 沒有想到2020年已經這麼成熟了 我們還在預防選舉的這些奧博 我覺得這對台灣民主政治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何嘗不是一個諷刺 事實上選舉一到 民進黨出奧博 已經是幾乎富如皆知 大家都知道一定會出奧博 只是搞不清楚 這一次又要變什麼花樣 2020年的總統跟立法委員大選 要拜託台灣民眾睜大眼睛 這些惡劣的 抹黑的 抹紅的 抹黃的 抹的亂七八糟的等等 希望我們聰明的台灣人民 要做出理智的決定 我們也期待 所有參與競爭的政黨 與政治人物 能夠走一條康莊大道 不要走邪門外道 選舉到了 每一個候選人應該秉持著 寧願乾淨的輸掉這場選舉 絕對不要骯髒的贏得這場選舉 所以這些奧博 是提醒 我們所有颱風金馬的好朋友 只要選舉到這些花招 這些可怕的步數 都如影隨形 希望大家能夠提高警惕